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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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延續上一次 上課中講到所謂的詭辯學派的主要的代表人物 Portagoras 還有我們今天另外要講的是Gorgias 這兩篇都是柏拉圖對話錄裡面的編名的章名 他們的重要性是我在這個課程中要強調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上禮拜大致上講起來 我跟大家稍微清楚的說一下 我上這個課主要的目標跟目的 就是要說明 其實我講的重點是一個序列型的 一個sequential的 一個序列型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人要承認自己是有限的 Limited 所以這個 但是人很奇怪 人一方面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那個意志或是意識裡面的能量 能力卻是無限的 所以人會做夢 人會有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人會都有各自的夢想 在你們這個年齡當中會覺得什麼事都可能 在你們這個年齡當中會覺得 只要我努力沒有不可能的 即使我不努力還可以重來 就是都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們時間感覺上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那我是過來人 我以前也覺得時間永遠站在我這邊 所以我留學的時候根本不急 人家講說你這個學我很難拿 我說十年夠不夠 結果沒想到真的一下留學留了十年 現在回想起來的我太太很後悔 就浪費了 不說浪費了 就是在國外 因為我們回來的時候就沒有人在比國外經驗了 以前大家都覺得懂國外經驗很了不起 現在是本土經驗很了不起 結果我們兩頭都失 英文沒學好台語又不行 所以就很吃虧了 人生浪費了十幾年 你們將來要做了任何一個決定 到了我這個年齡會覺得十年 對 那就吃虧很大了 所以說這個是第一個 人的有限性跟無限性 這是我們要強調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人其實是在時空條件上有限 然後第二個的話 在追求真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受到限制 但是我在課堂中一再強調 人在面對追求真理的時候遇到的限制 就是當然懷疑論的一個精髓 可是應該高興 應該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你突然瞭解自己是有限的 這個就很像是當你跟人家討論的時候 為了要引發別人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 你要先讓別人有話說 那同樣的 你要讓自己能夠知道自己的有利條件 跟無利條件的這種情況下 你知道自己的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 很多人很執著 很認真 完蛋了 很多人執著說當你的理想 夢想 幻想 都應該要實現 但不能實現的時候 就像是那個20世紀初期很多無政府主義者 就轉變成虛無主義者 詳細內容我不講 因為我不鼓勵自殺 但是很多人就是為了自己的夢想不能實現 就不活了 大家去翻翻歷史 那這種人我覺得不對 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呢 因為 讀懷疑論好處就在這裡 那你本來就不能實現 那你為什麼要 像虛無主義者認為說 為了什麼國家民族理想 然後它不能實現 很多人覺得說 老師你到底有沒有人格啊 你難道不知道為了自己的理想 活下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沒有理想就不應該活著 隨便啊 關我屁事啊 你可以自己做決定 我又不能夠 我只是說我有我的立場 但是我在這個上課的推論出來的印象當中 發覺人應該要活得有一點彈性 而不是說是沒有真理 我馬上死給你看 這種教育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應該學一點詭辯學者 詭辯學派很簡單 心口一致 但是我教書就是為了賺錢 要不然我花這麼多精神來去留學 把房子賣掉 媽媽死掉 幹嘛 很多人講說我讀大學就是為了幫助社會 禁社會責任 我不要賺錢 那隨便呢 那你有這麼偉大的情操 我沒有啊 我沒有我就不能存在嗎 我是講實話 那你是講假話 或者你講實話 我講假話 但我們各自都明白誰講實話 假話 所以說 懷疑論對於人生態度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把一個成人才會面對的問題丟出來 那可能有很多人 那我要講第三部分很重要 我講第三部分 我跟你講我講的東西都是你父母該告訴你 但是他們不敢講 因為這個很矛盾 因為教育這個事情本身就很矛盾 因為人本身就是個矛盾動物 第三個就是請大家注意 我絕對沒有因此而告訴大家 你們要注意 這個不要有原則 或是要放鬆自己的原則 這個不 我剛好想法 我要告訴大家 你要一直不斷地在追求真理的過程當中 甚至忘掉自己有可能得不到真理的情況下 才發現原來想要得到真理是如此的困難 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哲學論證 所以你就會注意到自己的限制 其實是導致這一切的想法不能夠完全實現 但是在這樣子的一個追求過程中 你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好處 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已經充分的 at least you have tried 所以說這個要認真 要認錯 如果不一定要認輸 這是我們校長今年對新生書院講的話 所以我講的這三點 所以同學要了解 第一個人是有限的 第二個的話 真理沒辦法被實現 第三個 雖然真理沒辦法實現 但是我們要持續地追求它 所以我在把整個哲學史當中 所有懷疑知識的真實性當中 拿出來跟大家做討論 我們討論過 Sanophones Sanophones 他會認為說一般人的想法 在地的想法就是有限制的 只有一個超越的一個神的知識才是真實的 那個超越的真實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蘇格拉底的想法 蘇格拉底的想法會認為 我們在一文一打的過程中會發覺 當我們正正有聲認為擁有真理的時候 其實並不了解什麼是真實的 蘇格拉底的想法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同學們建議 你讀台灣大學 你配讀這所好大學的理由 是因為你主動會去學習 如果你沒有主動學習的習慣 那你根本就不配讀這所好大學了 真正的好大學不應該是老師教你才會的 真正的好大學是學生自己會去學了 那我只要告訴你說 與其花時間在某某某上 還不如好好讀一讀柏拉圖的對話路 我講這句話是要 拿自己的聲明負責任的 所以講到這裡的話就是說 同學們不能夠每一次聽到蘇格拉底 就算了 回去一下課 所以老師沒講 老師當然不用講 老師幹嘛要講 你自己要讀 這是台大 對不對 如果這裡 台大的學生就應該自己要主動學習 我為什麼要吸引你們去讀一讀 蘇格拉底的東西呢 因為我上禮拜講過 你愛拿名牌包 學生時期 賺錢時期跟當有錢人的時期 用的牌子都不一樣 但你在讀書上馬上愛馬仕 哲學的愛馬仕就是柏拉圖的對話路 你在校園當中躺下來隨便一翻人家看 哇 不得了 辯護篇 Apology 女的話就是美女 男的話就是俊男 連你也不例外了 對不對 所以拿出來的話就是這個Principia Mathematica 這個沒有人看得懂 為什麼這個有這麼大的差別 因為蘇格拉底的對話路完全是用今天的話語講的 就像我跟你之間都可以講成這個樣子 完全這個真正的厲害的語言 感動人的語言是不需要什麼文言文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只要有了解語言運用語言的能力 你就可以讀書 但是關鍵你要用來讀經典 你不能夠說要來學了白話文講髒話那個沒有用 大家要了解 我建議大家看一下蘇格拉底會發覺 用最平白的語言可以告訴你 所有你認為是真實的東西都可以 怎麼樣 都可以被顛覆 從知道變不知道 這點非常重要 這點非常重要 我認為 班上同學 聽這個課的時候 最好 發問的時候給大家一個方向 拜託給大家一個方向 請大家幫助我 告訴我 老師 我們在高中不是這樣學的 你開頭這樣講 讓我了解一下我們之間的代溝 我現在很懷疑 我們之間的代溝 不是時間的問題 而是教育的問題 而且教育的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可能是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的差別 我在大學教育的認知跟高中教育的認知 極有可能跟大家不一樣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 我沒有用中文讀過哲學 我的大學部是在外國讀的 而且我是服完預備軍官役以後出去讀大學部的 很少人是像我這樣做老小留學生 我其實是可以讀一種書 但我沒有 我從大學部重新讀 所以我受到外國的這個大學部教育以後 我感覺上他們很明顯的 我明白一件事情 高中你一定要讀 大學你不一定要讀 高中你學的知識叫基本學歷 大學你學的知識極有可能破壞你的基本學歷 高中的時候叫你什麼都不要懷疑 好好背 好好考 大學的時候叫你通通懷疑 所以很多人到大學不曉得怎麼學習 你知道嗎 那你本來很多人不是來學懷疑論的 很多人是來學懷疑的 差別很大 所以我教起來沒有成就感 因為我這個歷史的這個論述到了現在 講到詭辯學者的時候 同學們沒有辦法 掌握這裡面的脈絡 我看到同學們一雙雙稚嫩而且無助的眼神 你看 你看 你還好一點 為什麼呢 不習慣這樣讀書 上禮拜的時候我就罰回了半小時告訴大家 我不按照PPT講 在高中就是錯誤 在大學就叫牛逼 差別很大 我在高中的時候自己課本一合上 談天論地 這個叫做王牌教師 死亡的王 在大學裡頭這就比李希昆還厲害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這一方面多提出來 說老師這個不是我期待 否則的話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沒有用 台大會垮 學生程度不行 英文 英文不好 閱讀 閱讀習慣不好 然後忙得不得了 來台大純粹是過個水 弄個牌子而已 不行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脈絡建立起來 這個是語重心長 這種話不能常講 這種話的話 在現在這個環境下 學生聽久了會覺得很煩 你怎麼永遠是負面的 我就是問問題 所以你對高中教育跟對大學教育有沒有差別 我的認識是不是有錯誤 所以老師你根本搞錯了 我們這個教育的話是一致的一貫的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就是準備考大學 然後大學的話就準備考研究所 研究所準備考博士 出來後再考就業 考試跟比試一起來 我們一生就是為了考試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就要好好想一下 如果是這樣 那怎麼樣調適自己 為了要生存 我願意調適 我懷疑我自己相信的一切真理 說大學教育應該怎麼樣 這個大家自己要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說 如果說不好意思講 那我現在講說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確實關心到 受教育的內容是存在主義式的問題 叫做Existential Problem 是跟你生命相關的 是跟你將來要在哪一國工作 要娶誰當太太 要死在哪裡 進哪個醫院的太平間 都相關的 你要受什麼樣的教育 這是存在主義式的問題 這個跟以前考高中考大學 考大學考不上可以再來 沒有到台大 台大不行 退學轉到別的地方 我這個學期還碰到一個學生 我說你不是被退學嗎 他說老師我又考回來了 已經第二次了 就是他已經進進出出的已經兩次了 這個都可以 但是關鍵是你要學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講到那個詭辯學派Portagoras跟Gorgias 等一下我們要講 Portagoras的話呢 我剛剛上禮拜舉了一個Paradox 叫悖論 就是邏輯上的悖論 邏輯上的悖論我曾經講過 就是說有一個人說 或者美國說 我們幫助全世界不能幫助自己的國家 而且我們是幫助這些國家 然後就有人問說 我這句話你可以寫成數學公式嘛 對不對 可以嘛 你簡單就好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美國說我們只幫助全世界 不能幫助自己的國家 這可以寫成數學公式 然後你可以推證出來講說 這句話的加個負號跟不加負號 好的 它都是一樣有效的 這叫悖論 Paradox 因為它數學系 所以它可以寫得出來 不是數學系的 歷史系 歷史系 講錯了 講錯 講錯 昨天那堂課做到我前面的三個 連續都是數學系的 搞錯了 但是你長了一副這個 數學臉 對對對 有了 有了 我記得好像有數學系的 沒有 沒有 最好沒有 whatever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悖論的定義 用數學可以寫出來 然後它的一個功能 在哲學的功能化 在科學哲學時代的發展很有用 就是當我們會直覺上會認為 每一句話能夠被理解是因為這句話代表了一個圖像 但是這同樣的一句話可以代表兩個圖像 而且是矛盾的兩個圖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功能就是相對主義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我們現在要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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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主義 它有一種魔力 相對主義是有一種魔力的 比如說 各國國情不同 請不要干涉他國內政 這個就是相對主義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講一個消息 稍微有一點hurt it hurts 但是很多人在心裡上會有不一樣想法 你有這個不同想法的時候 就是相對主義在作祟 比如說 台灣最得意的夜市文化 前陣子有個消息不是我講的 很多 因為這一兩個禮拜都是外國交換學生 非常多台大政大 我住在政大 然後人在台大教書 所以碰到外國人非常多 那有條消息就是 台灣的學生喜歡介紹大家 到夜市去吃飯 然後那個老外一看到那個老闆一邊 挖那個阿密耍 然後手插在那個碗裡 然後另外一隻手在收錢 然後蹲下來兩隻手一起在洗碗 再拿來洗下來 覺得 不是很衛生的感覺 但是呢 在網路上出現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認為說這就是夜市文化 這本來就是夜市文化 要不然去哪裡洗碗 不用手收錢 還用機器人收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但是 也有人說 確實是不足以代表台灣的精緻文化 因為我個人感覺到台灣是非常乾淨的 當然 因為我這樣一講大家影響衝擊很大 但是如果是堅持各地有各地的國情不同 就是相對主義 所以我看閱讀所有的哲學當中 只有相對主義是不需要讀書的 理由大家非常明白 沒有一個人不是一個相對主義的動物 為什麼 因為相對主義的定義就是我所接受的價值跟標準 完全相較於他人而言 我在我的在地文化中所孕育出來的這些價值跟標準 是我認知為真的唯一對象 這句話講得很複雜 我再講一遍 就是說我所有接受的價值跟標準 完全是在我認知的範圍內中所養成的 而不是別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所可以理解的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講的就是相對主義 那相對主義也正是因為不用讀書的緣故 也正是因為不用讀書緣故 所以構成了一個很大的麻煩 很多人就自以為是了 很多人自以為是了 這環境當中 比如說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前一陣子政大還好不是台大 出現了反對要求 英文程度沒有到達一定程度 不可以畢業的這個規定要求拿掉 認為他違憲 後來經過審判以後 大家發覺其實違憲來弄到最後 就是說對於大學學生要求一點國際化的基本能力 你是歷史系的學生嗎 不會英文想要台大畢業 然後嘴巴裡喊的只有本土化沒有國際化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就是台大畢業的學生只有本土化沒有國際化 就是要求英文可以零分 而不是說零分 就是說不要有那些客觀的標準 因為我在文宣開會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要求英文 英文不好不能畢業 就是中高級的初是什麼的這種 你覺得這種要求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 那你就是標準 我雖然台大畢業 但是英文我就是學不好 你總不能用這種我學不好的點來要求我 你應該注意我學得好的那些部分 對不對 你的觀點不會跟人家一樣的 你覺得這種規定合不合理 不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希望拿掉 就我在台大能夠畢業的話 照樣就畢業了 對不對 那覺得英文該不該必修 也不應該 台語該不該必修 都不應該 國文也不應該必修 什麼科目該必修 通通不要 全部選修 像美國的Libra College一樣 通通選修 天文學 音樂 芭蕾舞 做皮鞋 通通都可以選修對不對 自由教育對不對 你的觀念大概代表大多數人意見吧 你是真心這樣認為嘛 讀不讀台大其實根本沒有差別嘛 對不對 就是便宜一點而已嘛 老子有錢的話 老子有錢的話 你爸有錢的話就哈佛了嘛 是不是 相對可以學到比較多東西 什麼都是選修了 哪有什麼相對的 老子有教跟不教兩種 大家自己自修 燈關起來休息 反正我們也都睡眠不夠 有什麼差別 相對主義就是我認為對的就是對的 對不對 那我就上課什麼 所以大家在憑藉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是一切都自由 老師有老師的上課方法 對我們可能沒有效果 但對老師來講 他認為這樣很有效果 而且老師拒絕接受別人的建議 這個就是相對主義 所以相對主義其實在哲學界當中是一個最大的惡 請大家記住 這是不用你讀書的哲學 但是它是一個很大的惡 為什麼 因為它拒絕溝通 同學們感覺不出來 拒絕溝通會有什麼壞處 這個其實就是發生在大學跟高中教育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高中教育訓練你做啞巴 大學教育訓練你滔滔不絕 這個差別非常大 這個差別非常大 你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同學們千萬要記住 我自己也讀過那高中 也是以升學為導向的高中 所以我回想起來跟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的差別 我現在講的這個區別 是我個人不相信相對主義 可是呢 我也不認為它是哲學中絕對的惡 在Protagoras裡面所講相對主義 它主要的觀點是 把日常生活的規律 當成理性的對象來對待 日常生活中的規律當成理性的對象 這是它主要的觀點 就是日常生活中我熟悉的 那像比如說 比如說 其實這個講起來 舉的這個例子 就有一點尷尬了 因為 同學們要有一種感覺 為什麼相對主義是不對的 以及為什麼 把日常生活中當成理性來對待 反而有可能是對的 以及最後為什麼詭辯學者 會捍衛相對主義 這幾個工作 在懷疑論的發展的過程中 並不容易 並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一下我們所要講的 每一個步驟慢慢下來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了 比如說 擁有安身利密的生活常識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呢 最主要的問題是因為 我剛剛舉的那幾個有關於教育的例子 同學們可以想一下 可以想一下我舉的那幾個例子當中 我這環繞在一個主題上 這個主題是 原來教育的理念、理想、目標、目的 都是外化的、都是別人策劃的 都是別人設計的 比如說全球化 沒有人要全球化 只有英國人、美國人要全球化 為什麼 因為全球化就是英文化 廢話 那他們當然要 如果說你從世界霸權的角度來講 那整個中文世界 現在還稍微好一點 以前是屬於邊垂地區 對不對 如果你有讀過一些華勒斯坦的 World System的概念的話 你會發覺這是很殘酷的現實 那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你在生活當中的經驗 對於一般人而言 日常生活中有它存在的價值 那麼號稱擁有舉出四海階準的 知識專家的規定、決策、處置辦法 一定都是對的嗎? 是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大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面對大問題 所以我一開始在講到問題 我跟大家強調說 你們對教育 在認知上 如果沒有 跟我沒有不同 那就讓我照本宣科 如果有不同 你一定要說出來 對不對 否則的話 大家從一雙雙這個稚嫩的眼神 變成憤怒的眼神 我怎麼知道呢? 你不說出來我怎麼知道呢? 所以在大學教育就應該討好不決 就是把你說出來 而且我極有可能是出錯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問了這個問題 懂了吧? 所以相對主義的講說 就說這些專家可以扮演神的角色 憑什麼他要叫我們去學英文呢? 學理會有什麼用呢? 是這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 所以也因為面對這一連串的問題 除了偏好抽象思維的人以外 大多數都是肯定日常生活的 所以說這個情況就是告訴大家說 詭辯學派所作所為 給我們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大家永遠很難理解 為什麼我特別強調教育這個問題是最後的一個堡壘 因為教育是受業解惑的一個象徵性的活動 對不對? 沒有哪一個人 像我上課常常舉例子開玩笑說 其實我們運氣很好 我們在號稱最好的大學裡頭上這個懷疑論的課 所以我剛剛問這個同學講說 那如果大學教育都一樣的話 你到台來幹嘛? 他說可能好一點 可能好一點 這你剛剛說的 是不是真的好一點? 有沒有好壞的標準? 專家多一點? 那現在我們質疑的剛好是專家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很迫切 因為現在的話來講說 如果質疑專家過度 那基本上還受什麼教育? 如果完全不質疑專家 那基本上就不叫教育了 就是教訓 就叫教條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況 那普萊克拉就是這種人的代表 他是一種觀念代表 請大家注意 詭辯學派的話 他是一種哲學家 但是這種哲學家的話 他是比口才的 上禮拜大家要記住 還好我們沒有生在古希臘社會 古希臘社會全部都是口試的 沒有人是跟你鄙視的 全部是靠講話的 沉默不語的人基本上 社交功能有障礙的人 然後這個亞斯伯格的人 是沒有辦法在這個社會的公共生活中有表現的 這個大家看我剛剛推薦的那個柏拉圖寫的 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辯護篇 就可以大略的看得出來 在古希臘社會中對於表達能力的重視 那普萊克拉斯他不但重視表達能力 他還就是這種重視生活感覺的哲學家 他認為依靠信念感覺 嘗試生活跟日常經驗存活下來 對不對 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真實的 所以他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我們上禮拜看了就是 人是衡量萬物的標準 他說真的就真的 他說假的就假的 約定俗成的觀念 你同意嗎 你同意嗎 人是衡量萬物的標準 你同意嗎 你同意嗎 有尬死人才同意 沒有尬死人都不會同意的 問一下同學 人是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 同意的舉手 我發覺你好像每一次都想法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舉得很快 等一下再過來問 不同意的舉手 你好像從頭到尾沒舉過手 這個yes or no的問題你都沒有答案 你是高中生嗎 你為什麼認為人是衡量萬物的標準 你記得我上禮拜講過這句話嗎 他說yes就是yes 他說no就是no 對不對 一切都是我們說出來的 這個consequence很可怕 你知道嗎 知道吧 知不知道這個consequence很可怕 人言可畏嘛 好 然後呢 你說你覺得 衡量就是行為 只有看到表面看不到他做行為的動機動因 看不到 你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衡量萬物這件事情 只有人可以做 我們依據的是自己 所有的人 我們看到的眼前的世界 都是由人經過人的衡量所出來的 所以他做的人云亦云是對的 因為衡量這個動作本來就是人講出來的 動物沒有衡量 你沒有看過Animal Planet 躲在草叢裡面的獅子 一直等著那個斑馬的屁股朝向他以後 等到風轉向了 聞不到他的味道的時候 他突然一下衝出去 一口咬住那個屁股不放 這不是衡量的標準嗎 然後呢 就是獅子搞不好就是閉著眼睛就亂咬 他可能咬到木頭 也可能咬到斑馬屁股 不一定的 沒有判斷的可能 我現在講的普達哥拉斯的衡量萬物的標準 人是就是說 世界上沒有客觀的真理 只有人說的才算 你有沒有舉錯手了 沒有 那你剛剛有沒有舉手 你舉了哪一個 為什麼不是 Focus 你說 你講的很複雜嗎 比我還哲學 什麼日常的 你做的判斷什麼 日常生活做的判斷不就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嗎 可是這個標準有可能被挑戰 有可能被挑戰 對 然後又被別人的什麼東西挑戰 還是被 被上帝挑戰還是被別人挑戰 可能會被別人挑戰 好 那別人挑戰那就不算違反我講的原則 我的原則就是人包含所有的人 你衡量事物的標準有沒有可能被上帝挑戰 或是神挑戰 不管你信教還不信教 有沒有可能 人命運 你不要反過來問我 我在問你 我原來是問你的結果你一直沒講話 你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好 你說 你說為什麼是不是 對 為什麼不是 人為什麼不是衡量萬物的標準 對 物理有很多是人說出來的 最近這個National Geography在重播 基尼斯 愛因斯坦傳 我每天晚上8點鐘216台 準時看 哇 看得非常非常豐富 這是他說出來的 事實上他提出廣義相對論的時候 整個普魯士的科學院 絕大多數的科學家是反對的 認為他是一個人編造的 認為他說出來的 認為牛頓沒錯 所以 同學們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 極有可能 我先強調 這個問題你不要小看他 這個問題的話 唯一反抗這個觀念的 像說不是的人只有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我最近做了一個演講 就是有關蘇格拉底 我給他取名叫做不怕被別人討厭的人 因為他 別人都這樣想 因為人云亦云非常舒服 大家都喜歡做相願 跟著人家一起聊天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的關鍵是 跟著大家一起聊天 做一個讓大家喜歡的人有什麼不對 做一個大家都喜歡的人有什麼不對 對不對 不對 我們會失去真理 等了好久 你說看 願聞其小 我們會失去什麼真理 老師您剛才是問人是不是衡量真理的標準 對 老師我認為不是 不是 A1等於1 1加1等於2 這個是絕對的真理 但是這不是人規定出來的 所以說這個真理是客觀的 也是A等於A 1加1等於2 的這種真理 跟生活有什麼關係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你講出來重複一遍 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嗎 大家要的真理是如何活得快樂 老師我們可以從這個基礎上面建構真理 如何活得快樂 老師您跳得太快 我怎麼快樂 因為我要的是日常生活當中 日常生活當中 要如何過得快樂 還有如何過得不快樂 你選一個 如果過得快樂 對 如果過得快樂的話 就是所有人看到你都會微笑 比較快樂 還是所有人看到你都酷傷著臉 比較快樂 老師您要我回答第一個對不對 那我回答第一個 你不要讀我的心 我們這個是很有效的推理 對不對 我問你這個同學 穿淺藍色衣服的同學 一臉挪威的森林的長相的同學 請問你 我們每天早上看到其他人對我們微笑快樂 還是其他人對著我們哭傷的臉快樂 然後為了讓其他人看到你的微笑 你也希望自己能夠跟別人微笑 所以大家一起微笑 是不是都比較快樂 在微笑的底下到底是真是假 你可能就不是那麼在乎了對不對 他說嗯 嗯的意思比是還要嚴重 嗯就是廢話 當然是 對不對 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你所有的教書當中的話 99%的課程叫你做一個敢跟別人唱反調的人 Portagoras告訴講說這個沒有用的 要做一個受歡迎的人 比做一個跟別人唱反調的人更重要 甚至於還有人提出一套論辯的技巧 認為說要把對方跛倒之前要先跟對方見朋友 才有可能有交談的機會 叫溝通理論的基礎 對不對 這你學過嘛 叫Principle of Charity 對不對 所以把這個問題丟出來 我們在懷疑論當中是主要是給你看不一樣的思維 好 所以說人就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相對主義的價值是在於 為人跟人之間的差異 提供了表達機會的同時 也爭取到不同意見進一步交流的可能 成為多元社會成長的關鍵 對不對 我小的時候 沒聽過原住民 只聽過什麼三立 後來發覺人家不高興 沒聽過課委會 後來才突然發現 我自己的乾媽養了我好多年的乾媽 居然是客家人 那時候只覺得他的棉被怎麼看起來這麼紅 沒有注意到有什麼會慢慢慢慢的 然後慢慢慢慢發覺 原來這個社會其實是多元而且複雜的 如果你沒有先承認多元的機會 就沒有溝通的機會 沒有溝通的機會你就永遠不會了解別人 然後了解別人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你別人的表情的話 你也要能夠看得懂 所以這個是相對主義的好處 就用藍色的字寫著這一段話 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種藍色的字是變成了20世紀政治哲學裡面 最重要的理念 叫做Prolism Political Prolism 政治多元主義 像我們現在就是整個社會就在落實這個 比如說以前 寫這個同性戀的小說要寫得很隱晦 偷偷默默的 而且只有白仙勇一個人敢寫 那個題目 你光看題目你根本看不出來 你根本看不出來 這個在寫什麼東西 然後一下子讀了以後發覺 我還記得我讀台北人的時候 讀到那一篇叫滿天空亮晶晶的星星 讀一讀 星光源我常去 怎麼把它寫得好像白天晚上兩個不同的世界 然後慢慢慢慢發覺說 原來有一些人他被阻絕在這個世界之外 現在完全相反了 現在完全相反了 現在異性戀反而變成主角在世界之外了 現在完全相反了 大家的陣陣有聲 大聲地說出自己的性向 後來才突然發覺 有幾十種你知道嗎? 原來我以為只有男女 然後第三種後來不錯了 各式各樣 真的是不能不激動 這個多元社會的發展 好 這個是現在我們這個講到 把這個新舊的哲學結合在一起的結論 希望同學們能夠好好體會一下 相對主義價值的這個觀念 然後實用主義 這是我強調Perdagoras的第三個重點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的話 American Pragmatism 美國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的這個觀念 我要講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的話 是前一陣子這個書有出現一個 這個這個 有一本書叫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傳 這個書滿厚的 裡面有一篇推薦序 大概有五千字 我寫的 所以特別好 你不用買 你不用買 你去看 你去看 我一開始講 我在讀這本書之前 我在讀這本書之前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大方還是小氣 我在讀這本書之前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 性教的還是非常世俗的 我讀這本書之前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喜歡幫助人的 還是自私自利的 因為我總是看到那種複雜的性格 牽扯在一起 就我們現在校園內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校園內其實美國人越來越少 我看了很多外國人 聽他們的口音大概都是歐洲地區來的 但是我看到這本書以後 我算是看到美國的真諦 所以我把這個 我自己問自己的答案寫在這裡頭 那我最後講說 美國的確實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環境 因為該小氣的時候 小氣 該大方的時候大方 所以美國人到了Donald Trump上台以後 他就把美國人心中的實話說出來 美國人唯一不變的原則就是以 美國的利益作為基礎 然後實用的發揮 美國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這種情況 我不排除 我們班上就有美國人在 可能passport wise 但是並不是真正的了解 事實上我雖然沒有在美國讀書 但是我對美國的那個了解的機會很深刻 因為家庭的背景 同學的背景 然後我自己個人的哲學的興趣 我是從一個哲學的視野來看的問題 我就發覺實用主義 那如果說另外一條路線 如果你對實用主義 感覺不出來它的威力的話 那你再看一下儒家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 為之生 焉之死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實用的文化 儒家的文化的話 大家要知道 像你跟陶哲、王力宏長的樣子一樣 那他在美國長大 憑什麼證明說 你是100%的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然後他是美國文化影響 外表看不出來 內心有什麼差別 中原院院士理醫院說 要證明你的Chineseness只有三點 家庭的觀念 受教育的觀念 相信某種程度的陰陽五星 婚商喜慶的時候會拿出皇帝來看一下 沒有一個人不信基督教 然後又選了一個黑道兄弟結婚 然後請大家去吃飯的 大家一看 這一天沒有人結婚不稍微懂得看一下皇帝 有沒有受過教育沒有關係 那這種觀念 這三個觀念講得非常好 也就是說什麼 非常實用 第一個講的家庭是慎中追遠 第二個講的教育是展望未來 然後陰陽五行的話是天人合一 非常實用 非常非常實用 所以實用文化是我們的精神 所以說這個很深刻的實用哲學 從道德理想來講這個風格的話 實用主義的話是機會主義 到底是信仰還是不信 到底是大方還是小氣 這個每一個人的想法、行為、觀念 到底是開放還是保守 都講不定 所以會覺得說這個實用的人的話 是機會主義經常在變化 非常無恥 對不對 那這是柏拉圖的苛責了 那麼也有道理 但是為了彰顯蘇格拉底的哲學層面 就是他們之間的想法是對立的 所以他用這種想法來講 這是可以理解 但問題是 普達哥拉斯令人不滿的事實代表他一定錯嗎? 不見容於當代的人永遠都得不到耳後的平凡嗎? 請同學注意這句話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人有辦法了解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能夠堅持自己的理念 用實用的價值 實用的價值本身有沒有價值 那這些問題 都是現在變得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在歷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不見容於時代當中的人 其實我有的時候甚至於很感慨地講 很多人在面對歷史的時候 完全不是當下可以做判斷的 完全不是當下可以做判斷的 因為你回頭一看 起碼也要一、兩百年 我有時候在開玩笑 我說台灣今天很像是南宋末年 非常繁華 各方面非常好 不可想像的 昨天我一個學生 香港學生從日本留學回來 他也跟我講說他完全無法想像 因為我從19 17歲開始讀大學 我比人家早讀一年 17歲開始讀大學的時候 就沒斷了有香港喬生 那個時候我印象中香港喬生是打中心底看不起台灣 他們覺得他們只是長得跟英國人不一樣的英國人而已 可是今天的話他們好喜歡台灣 這個變化我一開始我都很難接受 這個變化如此之巨大 所以讓我後來發覺說 我們很難針對歷史做判斷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判斷 要在歷史中做判斷很難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只好實用的過 那麼就是用很實用態度 所以普達哥拉策略是實用的 那麼他企圖吸引的人是知識程度比較高 色經地位優渥 是以道德啟蒙者 多是以道德啟蒙者自居的人 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就是說我現在講的多元主義 實用主義的觀點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啟蒙的概念 就是說這些精英 他們不喜歡遵循道德上的教條 這樣子使得他們能夠 在這個古希臘的民主的社會當中 經濟上也比較富裕 選擇精英為伍 這是實用主義的一個價值 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 應當以道德為主還是以知識為主 道德的話是強調了你要奉行的原則 而知識的話就是要隨時在追求真理的過程 那麼目前的道德價值 有可能會轉變變成不道德 可是知識的話本身因為是動態的發展 所以就是一個實用的精神 總而言之的話道德是會變的 而唯一不會變的是真理的追求 所以說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那我在這邊的話強調Portagoras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這些詭辯學者 顛覆了我們一般人的想法 但是都擁有理由的 Not without reason 這個我們在這邊看他們的理由是很重要的 那麼他的選擇知識成長就是完全符合了我們現在在大學裡頭的訴求 那有關於道德的認知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有小孩他們比你們大幾歲而已 我雖然不願意承認這個我們之間有代溝 但是我現在發覺 我現在真的發覺 以我這麼求知性 這麼強的人 接觸社會的面向這麼廣泛的人 對不對 我接觸社會面向非常廣泛 媒體人經常接觸什麼各式各樣的 什麼行業的人 我不敢講說什麼行業都有 但是因為媒體的行業比較複雜 他們採訪的消息聽到的多 以我這樣子來講 我都深深的為我所接受的道德規範 跟你們所接受的道德規範不一樣 而感覺到很苦惱 我感覺到很苦惱 甚至我發覺我認為對的東西你們認為不對 你們認為不對的東西我認為對 這種對任何人來講都是很苦惱的 大家不要低估這件事情 因為像你們現在 我自己做過實驗 故意跟年輕人唱反調 兩次實驗的結果都是永遠不會再講話 兩次實驗的結果 故意跟年輕人唱反調的結果 我後來發覺 所以我很費盡一些心思在思索這個問題 我不要做一個擁有收視率 只是老頭子的收視率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跟他們溝通 他們就會喜歡我們這種理念 因為是屬於同一個群 我不喜歡這種團體式的 我認為要能夠溝通貫穿時代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種知識的態度 所以我做了很努力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讀了這個 我寫了一本書 這個幫我打字的剛好是我們的助理 然後我極有可能是有史以來做西洋哲學史中 第一個用比較正面的眼光看詭辯學派 我用比較正面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 那麼我覺得Portagoras他們 除了悖論是很有價值的 除了相對主義很有價值 實用主義也是非常有價值 而且能夠吸引了很多社會的精英 來注意這種哲學的價值 不過整體來講 Portagoras的觀念是一個 比較屬於懷疑知識的永恆性的一個觀念 Gorgia 這個Sophists裡頭 最有名的兩個人就是Portagoras跟Gorgia Gorgia 那麼Gorgia 更有名一點就是 它是修辭學之父 這個Retrics Retrics 這個修辭學在原來在 古希臘時代就是講話的學問 這個學問在整個後來基督教化的發展中 認為 口密復健 免言多必施 對這個說話的能力呢 就是有進行打壓 所以大家提到修辭學變成修改文章 用語 變成一個文法上的用詞 其實原來就是講話的技巧 所以講到Gorgia就是號稱它最會講話的人 所以要會講話的人的話 天生要能夠把邏輯說得出來 所以大家要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們需要用哪一些邏輯 這個是 這個 每次講到Gorgia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一個困擾 很難 因為這個是我們已經走到一個高峰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得出來 我們到目前為止上的希臘哲學家 他們絕大多數人 唯一的才能就是說話 所以他們的話呢 沉默不是金 我們這裡是沉默是金的社會 就是Silence is God 這個社會 對於整個希臘哲學家來講剛好相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差別 這非常重要的差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到在教育過程當中 大家會覺得說lead me alone 最好 所以在台大四年都完全不用上課 畢業就領畢業證書 我相信也有人會覺得蠻好的 其實也未必很差 未必很差就是說那個人的程度未必很差 因為自學 他本來 但是有一點遺憾什麼呢?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種 因為人是演化的動物 久而久之的話 五百年以後 台灣的好學生基本上就 語言功能就退化了 舌頭就變成一塊石頭 因為反正沒有必要 我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講話 不曉得大家 因為我聽說台大學生以前是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願意做學術人 讀博士 讀博士只有一個目的 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要教大學 所以電機系讀博士是傻瓜 他們就教電機系 我們哲學系讀博士就很聰明 就教哲學系 因為這裡詳細的細節我沒有講 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他不讀博士他非常發達 他要讀博士 那讀博士以後的話 整個這個求學的過程中 基本上都不需要講話 那這個的話受教育的目的 是為了讓講話的功能退化 那這個好像現在就有問題 但是大家嘗試一下 我覺得 如果你對讀博拉圖的書沒興趣 以後我這個課修完了 我們今天跟大家表明了 基本上我們全修了 想修的人就修 每一年都這樣子 一開始拉拉扯扯 後來最後都修了 每一年都這樣 其實我很知道 就是抽籤抽的根本 我很高興遇見大家 但是大家可以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以後 你不要去讀博拉圖的書 因為那個時候有的時候滿難的 原文如果 但是你做一個實驗 拜託拜託 就是純粹當過 修過懷疑論課的紀念 就你找一個機會 公開發表一個演講 不要藏 不要藏 25分鐘到30分鐘 找一個社長或什麼的 公開 就是說你稍微像教室一樣 給我一個機會 我相信在班上 只有10%到15%的人願意主動會去找這種機會 練習自己的口才 我相信 因為很麻煩 因為很麻煩 你知道嗎? 因為說話 如果你不說話 人家不知道你草包一個 有的一張嘴就是個草包 比如說我那個時候在學法文的時候 很多人就講說 你一張嘴就錯誤 那你最好就不要張嘴 那我心裡想 那學法文你不張嘴你學來幹嘛? 學博物館法文 對不對? 你學英文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現在都不喜歡講英文? 我們彼此見面以前 因為大家發覺去了美國又發覺也沒什麼好 那以前漢堡隨便吃 可樂隨便喝 只會變得跟美國人一樣 長得一樣 其他也沒什麼用處 所以不羨慕了 不羨慕的話 學什麼英文 學文就不講 不講 我很少聽過大家沒事 除了我一個人以外沒事 還來幾句英文以外 其他沒有了 美國說 I see you tomorrow I don't know if I will be able to see you again 以前我們很正常 你知道嗎? Have a nice weekend Thank God it's Friday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But anyway 現在沒有了 下面的 Bye Bye OK 這樣子是不是OK 很好 就整個觀念都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發覺大家普遍 你一定要記住 尤其是讀數學的 讀物理的 讀化學的 這三系的人 你看很多人在面面相缺 就是知道自己的底牌被人家發現的 你一定要找個機會 算是給我的一個暴打 所以老師當年你雖然當了我 但是後來我實現了你的願望 我給了一場25分鐘的演講 壓力真大 你一定要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呢? 你就會突然發覺你腦神經中有一個部分 從來沒有被開發過 你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 你突然walk into the wonder line 你會發覺其實很多事情沒有面對龐大的壓力 你不會去思考的 很多事情你是被刺激的 真正刺激我們最嚴重的 比如說我跟你講說 你 你說到底人是不是衡量萬物的標準 剛剛有同學來講說 老師我突然發覺是了 我說我現在說不是了 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你又再繼續想 到底是還是不是 現在說是還是不是 又不知道了 然後你要有一種感覺 說老師吃我豆腐 他讓我啞口無言 不公平 他拿著麥克風講得很大聲 一個人每次自嗨不知道嗨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禮拜三我也來上課 我早上都是喝一壺咖啡的 而且我一定喝Lavaza的超濃黑的BlackLinoir 這樣子的話我的精神非常好 我現在可以跳在桌子上上課你信不信 我今天最遺憾的是我第三個鐘頭要給助教上 否則我願意拼下去 然後之後我整個人像是卸掉的昙花一樣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激發你腦中的那個說話的潛能 那一點很重要 我在台中醫中最近給了一個演講 上上禮拜六 而我發覺情況有改善 但是這些人的話很奇怪 他的改善的情況就是他問的一些問題 大部分都是 因為我講的東西所以他有問題 不過那已經很好了 所以同學們這邊就是也可以了解到 我們雖然是一個上課 我們雖然是一門課 但是我們講的是人生的學問 我們這個PPT你將來的話 如果這個版權我不要給你們的話 你將來裡面重要的句話 我用藍色字寫的那幾句話 你把它抄下來想一想 遇到人家問到challenge的問題 比如說最近油價上漲了 為什麼? 你要能馬上編出個理由 有時候我不知道我不買石油 那麼那個就很軟弱 對不對? 你就要了解這種情況 這是我自己的 好 所以說就是辯論學 高爾基亞用論證改變一半人對一件事情的原有成績 並且自信認為辯論學是說服所有人的學問 他的觀念很特別 他不但認為說是世界是我們說出來的 他認為會說話的人可以改變所有人的心智 很像我對於在那個東州列國演義的時候裡面發覺說 所有的人做說客的人 像什麼燕子 燕英 或者說是像什麼張儀 抒情者流 全部是狗仙門簾 全憑一張嘴 就是用嘴巴在辦事情 然後就外交官做了就這種事情 可以說嗎? 所以高爾基亞甚至認為 字詞的聲音運用巧妙的話 具有類似藥物的這種作用 這個就很厲害了 事實上這種情況 我也是真的碰到過 有一些人 我講個具體的例子 免得你們以為我在亂蓋 有一些人演講沒有什麼內容 可是他聲音非常好聽 講勳啊 懂嗎? 像我每一次上課的時候很費力啊 我上課的時候這邊都是濕的 但是因為聲音難聽 又出爐又霸道 有時候還遭遇 搞得學生也遭遇 那麼大家都很緊張 往往都是以失敗作收 賺了幾個辛苦錢 人家講勳 那個《紅蓉夢》第十八回 在大觀裡頭吸奉一下打開門說 黛玉你少來了 多好聽啊 對不對? 男人講出女人的情感 多厲害啊 為了這一點我願意改變性像 但來不及了 聲音改不過來了 就是有一些人 聽講話有的時候真的是 那種有聲書真的是有魅力的 有魅力的 這我講的實在話了 我是舉個例子 所以說 所以高爾吉亞信念來自於他對的存有學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要講什麼樣的存有學 存有學就是講存在的學問了 很多人就是 很多人搞不清楚這個ontology 英文ontology 這是到底什麼學問 這是存在學問 他說一切都不存在 那要論證呢? 都不存在 首先的話呢 他這麼說是有目的 因為他想要顛覆一切既定的印象跟日常價值 懷疑論嘛 剛剛我們看了Portagoras的一個 顛覆日常信念跟常識 現在的話就是首先講一切都不存在 一切都不存在的話 就用嘴巴說出來的才算 就是比Portagoras更積極一步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美國電影裡面最喜歡演的就是永遠是律師在辯論 我每次看到電影的時候 我在想到說台大法律系的那些學生他為什麼會 學了法律以後就變得如此會懂得辯論 後來發覺答案不可能 因為我們的法律條文寫的是那種半文言文的東西 一般來講要備註 只有腦袋中能夠非常殘忍地對待自己的大腦的人才背得下來 正常人講 美國的法律 我在比利市做的時候 他們的法律基本上都是用日常語言寫出來的 沒有什麼vocabulary有但不會超過GRE 我們現在的話連齒奪公權什麼那幾個字都那麼好可怕 還有什麼盾售物價那個盾字怎麼寫我都不記得 太可怕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所以大家有的時候完全不了解 要真正活在民主社會裡頭的話 為什麼所有的政客都是讀法律出身的 就是欺負一般人不懂 一張傳票給你 連我大學教授都嚇得要死 對不對 就不懂 那法律系的人的話覺得說我就跟你玩到底 那一般人的話都是準備移民的 那只有法律系的人還有醫生都是死在待在這邊的 所以他們對這個情況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所以說這個情況但是這個語言的表達 所以大家一般來講 Gorgias對於這個演說的這種說話的這種技巧 是一個例子 而且是一個特例 但是它裡面有沒有道理就看大家了 他說一切都不存在那就要論證 首先不存在 不存在就不可能存在否則違反了矛盾力 什麼不存在又存在 所以不存在就不在 只剩下存在 所以說這個 那麼存在呢 存在可以分兩種 自我長存跟因它而存 就是說 什麼叫自我長存 就是一次就出來了 大家都出來了 大家都在這邊就是在這邊 整個存在就是一個block 你們去翻一下希臘哲學史有一個人叫巴門尼德斯 巴門尼德斯 但是它基本上就講這樣子 就是反正存在就存在 不存在就不存在 這個有一點點形上學的概念 大家有一點想像力 但是存在只有兩種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 您貴姓 我姓廖 廖 比如說你們廖家的孫子的孫子 那個時候 你說老師我還沒有活到 我還沒有兒子哪來的孫子 然後我的孫子怎麼會有孫子 我說你知不知道你們廖家的孫子的孫子一定存在 只要姓廖的人經過第六代就會 那未來的存在是不是存在 當然也是存在 比如說50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 大家很認真在討論的問題 所以未來的存在也是存在 那這樣500年後 500萬年後 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是存在的 存在只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比如說 你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世界 世界我爸媽生的跟我一樣 那你爸媽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他們是因他人而存在 就是因為他們別人而生 對不對 然後一步一步下去 這是因他而存在 因他人而存在的話 那真正的存在的是那個第一因 可是他一直不斷的反推過去 所以說他就是不是一個因他而存在 那自我長存的話就是 那種整個整體的存在 就是這兩種情況 如果是自我長存的話 那麼存在無所不在 通通都是存在的 通通都存在的 所以在一個通通都存在的情況下 也等於說沒有能力指出誰存在誰不存在 如果不能夠講出誰存在跟不存在的情況下 這個存在是沒有意義的就等於是不存在 這稍微有點負責 大家就會發覺說 比如說我們都在這邊 語言 這個 那如果說是因他而存在 那麼他是一個另外的情形 就形成了一個無限後退的一個情況 無限後退的話永遠說不清楚 就什麼時候在什麼不在 就一直往後退退退退退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講不完了 所以無論如何他成功的顛覆了我們對於存在的認知 一個你不能夠指出什麼存在 另外一個存在本身是一個沒完沒了的一個認知 除此之外他不以此為滿足 因為他進一步的從知識論的角度論證 我們根本就無從知道存在是什麼 為什麼呢 這個觀念就很有意思了 當我們在講存在 我們在存在的時候 我們心靈決定存在狀態 剛剛那個同學講說 我們做衡量一切的事物的時候就已經講到這個概念 我們做衡量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心靈上做了判斷 那個這個狀態呢 比如說我心裡做了判斷 我現在問大家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我是故我在 當我在思考的時候 迪卡爾說的 當我在說話的時候 我這個說話的主體在思考 那無論如何你要承認這個主體已經存在了對不對 不過任何讀迪卡爾哲學的人 馬上就注意到一個問題 這個存在講的是純粹的心靈的狀態 而且是那種特殊的狀態 哪一種狀態 在前面有沒有數學系的同學 沒有數學系的同學 有沒有物理系的同學 好像有 你們兩個好像就有物理系的嘛 對啊對啊 我記得很清楚嘛 我一直在看你你都不敢承認 讀物理有什麼丟臉的 讀哲學才丟臉啊 然後呢 讀物理的要懂數學 數學不會出錯 數學推理的過程不會出錯 對不對 數學推理的過程 因為公理都有可能出錯嘛 但是推理本身不會出錯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你們也懂 這個對於日常生活中來講非常重要 我相信高中老師他不會教這一點 數學老師他不一定知道 就是數學的偉大並不是因為它的系統不會出錯 數學系統當然有可能出錯了 歐式幾個學都有可能出錯 不是錯 而是它有可能換了不同的公理 會推出來不同系統 可是數學推理的過程不會出錯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我事故我在的那個推理 就是有個東西在想 那個東西本身就已經存在了 那個推理是對的 但是 郭家說 這個推理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推理是屬於你個人的心靈 你個人的心靈中認為有一件事對的 跟我們現實社會中談到存在的概念 客觀的存在差很遠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迪卡爾德這個哲學論證到最後變成一個獨我論 所以我只能夠證明我的心靈存在 甚至不能證明我的身體存在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電影叫《駭客任務》 裡面講說你在心靈當中可以規劃出一整個世界的存在 但是那個其實並不存在 你實際上你的肉體是藏在機器上面 對不對 就在演這件事情 就在演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哈佛大學哲學家講說 按照迪卡爾理論我們可以發明一種東西叫統中大腦 就是如果能夠把大腦中所有的訊號放在一個魚缸裡面 然後解讀出來 這個只有心靈而沒有身體的人 跟那個既有身體又有心靈的人有沒有什麼差別? 答案是沒有差別 所以說大家知道如果說純粹談到心靈狀態的話 這個存在的認知最多就是一個概念 這個狀態根本就跟存在無關 因為這個狀態來自於某一個人的心靈活動 同學們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說 所以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那個心靈狀態是獨立的 而且是完整的 他自己 像對我來講 我沒有那麼神經病 但是迪卡爾理論講說 老遠你應該問一下 這個教室中除了你自己的心靈存在以外 其他學生真的存在嗎? 有的時候你看起來會發覺 其他學生搞不好是 某一個想要幫助我 讓我有一點成就感的人 花錢買讓你們做這份假裝 還有什麼課選不到 還裝的一副還抽奸 後來不都修到 搞不好都假的 你能夠排除這種事情的可能性 假的可能性嗎? 那時候就笑起來了 這個時候講好了 這時候你要做出一種無稽之產笑容 你有沒有看過楚門的世界? 不就在演這件事情嗎? 你生活遇到的每件事都假的 但是看起來都像真的 後來他發覺後來他怎麼證明他知道是假的 這樣證明是假的呢? 他突然發覺他不會死 他發覺他不會死 死好像還蠻真實的 對不對? 後來他發覺他不會死 不會死以後了 但是在心靈當中的話 死的狀態也很容易突破 至少在駭克任務裡面就突破了 所以說這個根本就跟存在無關 這個同學們就了解了 這個就很厲害 就是心靈講到存在 由於我們總是在運用心靈在思考存在的問題 所以心靈中的任何狀態都不會是我們理解下存在 因此我們就不會知道存在是什麼 這一種懷疑論 將來我們在迪卡爾的時候會做進一步的解釋 但是他其實太有威力了 大家不要小看哲學家神經病 想到這種一般人不會想的問題 一般人的快樂是來自於一種無知的快樂感 叫做爽 沒有人質疑你 但哲學家就不甘心 看不得別人快樂 你怎麼知道你真的存在? 比如說你講說 你知道你的興趣是什麼嗎? 我的興趣是學歷史才跟我講好幾遍 你真的知道你是學歷史嗎? 是 你知道歷史是什麼嗎? 歷史跟哲學什麼不一樣 又什麼一樣 問問問問問 發覺那都是你自己一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 一廂情願就是心靈狀態跟存在不一樣 最後你會講說老師難道我自己要喜歡什麼? 難道我自己沒有第一人的權威性嗎? 這個本身來講第一人的權威性就是不存在 所以高爾吉亞再加上他對自明的意見就是說 好 即使我們知道存在什麼 我們也沒有辦法告訴別人存在什麼 那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 你看我們已經推理多少步了 從不存在的就不會是存在的 從存在的話就是自我生成的跟依他存在的 這兩種都是不會存在 然後到存在是一種心理狀態 然後所以講說我很篤定的知道 我很篤定知道這裡一隻手 然後這裡是另外一隻手 然後就是因為我的感覺知道它存在 比如要不然你打我 我會痛 或我打你 你會痛 所以我們存在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問你 我有一次去看一個牙醫 我說我這個牙齒痛 那醫生看完講說你這個不是痛 是酸 我說蛤 我自己都知不知道我自己痛 他說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酸不是痛 他說痛不是這樣子 我說那什麼是酸呢 他說你現在這個樣子 你這個表情就是酸 我當時心裡就覺得很奇怪 我個人的痛不痛的感覺 後來我跟醫生講 我說我是哲學家 我們剛好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What a pain is 我們認為說沒有人可以取代我對痛的感覺 他說你們這些家都在浪費時間 酸跟痛就是不一樣 那我說這個酸跟痛不一樣的話 至少我自己來給我界定說什麼叫酸什麼叫痛 什麼你能告訴我呢 他說我就是知道 我說你就知道不是我知道的東西 他沒辦法繼續溝通 我也沒辦法繼續溝通 酸跟痛 後來我回去再想說腰酸背痛 是不是因為腰部的不管多痛都叫酸 那背的話不管多酸都叫痛 後來發覺也不對 後來自己個人認知上來講 後來我發覺說其實有某樣東西存在 我認為它存在 我也沒辦法告訴別人它的存在狀態是什麼 比如說舉一個同學們可能會有興趣的例子 也可能會有興趣 說我找到了真愛 原來真愛存在 也沒辦法溝通 很多人會覺得哈哈大笑 你都被騙了你都不知道 我說我就是真正的被騙 所以才感覺到那種被騙的愛心 你能講說那個叫真愛嗎 所以沒辦法溝通東西 也就不存在 就沒辦法告訴別人存在是什麼 這個 所以我們能夠向別人說的不是什麼東西 而是言說 只有能夠說表達 所以說除了聲音以外 還要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 我一開始跟大家強調過 上課 我們老師上課 其實我有一次教務處之所以會錄影我上課的主要原因 實不相瞞 其實我有一次跟教務長建議 我說台大很多老師不會上課 很多老師不會上課 為什麼 他沒有做好這種心理準備 他一直覺得說 他認為存在的東西可以告訴別人 讓別人感受到那個東西存在 搭錯特錯 這個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每一個人都要練習寫作 每一個人都要練習寫作 寫作是代表你整體能力的發揮 如果你不會寫作 基本上你大概就完了 講話其實就是第二次 最厲害的人物是講的跟寫的是一樣 我一直在練習這件事情 這樣子工作效率高了 不過你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就像上課一樣 你要不厭其煩地把東西講到很簡單 那個tangibility就是讓人家感覺到你說出來的話像可以摸到一樣 比如說有一些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 你要重複 看到同學大禍不解的眼神 你要一個人精神奕奕地再講一遍 然後你看到大家好像都很理解的時候 你趕快問一下有沒有問題 要讓人家不斷地有這種被服務的感覺 寫文章的時候更是嚴重 我一開始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學會了很多寫作技巧 因為你博士論文寫不出來不能回家 不能回家全部都完了 變成膩子 比孽子還可怕 然後有一個美國同學 他跟我講的概念 讓我整個茅舍頓開 從此打通寫作的任督二脈 非常清楚 他說 他說我告訴你 沒有人有興趣讀你的文章 因為你就是廢物 You are rubbish 我一聽 我那個時候正準備 正在懷疑我自己以什麼狀態存在 我聽到還蠻高興的 Yes I'm a piece of trash 他真的跟我這樣講 他說James let me be frank to you 因為他剛好叫Frank 我永遠不會說 他叫Frank Carverly 他說這個整個心路歷程很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可憐 非常可憐 所以我 他說我告訴你 你在一個 在我們這個學校讀書 你寫出來的博士論文 沒有人要看 連知道教授都沒有看 都不要看 然後呢 他說 那你要寫出來的東西要讓人家看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你要像是一個living slave 你要像個奴才一樣的 然後你寫出來的感覺要讓那個讀的人感覺到你好像站在旁邊念稿子 他在聽廣播一樣就完全不費力 比如說 與其說 哲學中的形上學問題涉及到存在的理解 馬上包油條丟了 你要講說 沒有東西是存在的 你不要聽別人胡說八道 別人講存在的話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發脾氣 然後來講 哎呦 搞了個半天 其實我們成學家根本都在 沒有回答這種存在的問題 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實際上的話 我們面對存在的問題 老早高爾基亞就說過 這一切都不存在 所以認為存在的東西的話 這些人基本上犯了邏輯上或是修辭的錯誤 他說你要這樣子寫 常常不斷地自問自答 人家聽起來像聽廣播劇一樣 然後最後還講說 最後你還補上一句 最後的話 我現在 Let me repeat and I summarize everything I have said so far in order to make you understand right away Sweeping understanding is most crucial part of reading a text of any kind 那時候才發覺 他說 那我說那這樣講的話呢 不是我是rubbish 是我以前寫的東西也是rubbish 他說你以前寫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看超過三頁的 你每次交上來一百頁 我說看不到三頁就給丟了 後來我就覺得心裡很難過 後來我說怎麼辦呢 他說你要記住 你寫完的時候像寫個故事一樣 你寫完的時候你自己要記得那個故事 你就能夠講 這真的是經過多丟臉啊 千錘百煉啊 拜託 哪有一個人像我這樣 我快拿到博士錢的時候 博士論文還被 不足為外人道爺 我博士論文被教授turn down過 重寫過 哪裡有這麼窩囊的留學生 所以這個千拜刀王 刀法不好但是失敗了一千多次 身上一千多個拔 每個拔都非常清楚 每一個grammatic mistakes every pronunciation of any terms jargons special words I memorize them right away 就是這個我後來就已經完全體會到這一點 因為我那個教授是一個Anglo fan 他是一個在牛津讀書的人 他本身長得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 他的老婆根本就是在這個 我們那個學校教人家英文寫作的人 所以對於這個英文的寫作已經是認真的 後來終於摸清楚他方向 後來那個人跟我講那個Frank and be very frank to me 讓我才突然了解 原來講話是這麼重要 這個是用生命學來的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你什麼呢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看文字就要看得懂 我的媽 講話都不一定聽得懂 講話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情 我激動的地方 對不對 我跟你強調 我微笑 手勢 動作 跳起來 蹲下來 什麼的 做了很多的改變 可是看到文字哪有 所以文字當中要透過文字來了解什麼東西存在 那太難了 那個tangibility太難了 但是這個是教育中最難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讀大學中最難的是寫作 所有的paper發表最難的是寫作 管你讀什麼 paper要寫作 你寫一篇哲學文章看看 最難了 你根本就沒有學過這種論證的文章 在高中學都是書情文 都是淡淡的清風 雅雅的清仇 什麼都媽亂情 對不起 那個是很重要 但是久而久之它就是一種固定的文體 繼續講高爾吉亞說 當我看到雪的時候 我會告訴我沒有見過雪人說雪是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不是真實的存在 只是我心靈中的概念 其實我說的交換的討論的辯論都是概念沒有存在 概念conceptions 沒人說概念的存在是我們一種誤用的方法 想要理解心理用概念 不可能的 理解他人心理 理解他人心理 Gogia was called a nihilist because of his doctrine nothing exists 他是個虛無主義者 什麼東西都不存在 even if something exists nothing can be known about it and even if something can be known about knowledge about it canno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others even if it can be communicated there is no incentive to do so 就是incentive是那種誘因 沒有誘因去 你要讓別人了解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在學寫作 是因為我想拿學位 如果我沒有這個得學位壓力 如果開了餐廳的話 我只要考慮做怎麼樣包春捲就好了 我管他什麼寫作 對不對 沒這個問題 所以說他的原則就在這邊 沒辦法告訴別人寫作的結果 在這三點上Gogia強調 這個世界中的一切是說出來的 是受情況影響的 是情緒跟傳統所塑造出來的 可以經由言說而改變的 這個現在很少人可以想像這個觀念是真實的 但是說話的力量就是如此 如此大 這個 我很喜歡讀歷史 我非常非常喜歡看歷史 我非常喜歡 我在歷史當中會覺得有一些關鍵的語言 這個我覺得歷史中說話當中最具有震撼力的 是這個二次大戰期間英國戰士吃緊的時候 邱吉爾到美國國會去演講 這個在YouTube上都可以找到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講話的力量 我可以感受得到那種邱吉爾的口才 要遊說美國參戰 大家知道美國本身來講 歐洲打起來最好 你知道美國人跟歐洲人的差別是什麼嗎? 你知道美國人跟歐洲的差別嗎? 美國人跟歐洲人長得是一模一樣 但是內心世界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台灣人倒是跟美國人長得完全不一樣 內心世界倒是完全一樣 美國人跟歐洲的差別是什麼? 美國人跟歐洲的差別就是那種舊時代 那種宗教的不自由 那種舊的保守 那種階級觀念 留在歐洲 美國人就是重新到了新大陸去開發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歐洲整個打沉了最好 對美國來講 歐洲越亂他越高興 然後邱吉爾講話 說服美國的國會議員參戰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當然以前我最喜歡看的就是美國總統就任或是在選舉造勢的最後一場演講 美國很相信演講的 那個Hillary Clinton 包含Trump 演講的技巧都很高 但是我認為美國所有總統中演講技巧最好的就是道德程度最低的那個Clinton 這個Hillary的老公 真的是 演講超棒的 超棒的 大家 因為我們的Politics沒有這個東西了 我們沒有聽過哪一個人 我們現在這個政客的一說就錯 今天都上了頭版頭條 一說就錯 但是這個演講演講的技巧在美國政治中相較而言還是比較重要 昨天在歐洲政昨天看到 你看到這個梅克爾講話或是馬克宏講話 這個都非常重要 他們有這個傳統 所以說這個高爾吉亞就是這個Hillary的傳統是他們變成他們一個身體力行來顛覆社會的道德力量 那高爾吉亞最難的挑戰就是為特羅伊戰爭的Hilen斯巴達的王后進行辯護 這個國王叫阿加曼農 阿加曼農 我八月份的時候還去了他的墳墓看了一下 真的假的不知道 但是阿加曼農的墳墓 在麥犀尼這個城市上就發現了 這個是特羅伊戰爭就木馬圖神記的故事 其中的話大家都知道那個Hilen斯很美的女人 然後跟著一個王子 這個王子名字也奇怪 有人翻譯叫巴利斯 我就把它翻譯成巴黎了 就是巴黎這個字 這個是希臘神話中最有趣的一件事 最值得理解的事情 因為包含了很多神話、歷史穿插在一起 那巴黎斯的話跟失奔的海倫一起跑回特羅伊去了 那麼歷史當中都認為海倫是一個禍水導致整個城被殺光 現在這個環境在女性主義者的強勢環勢下 大家的想法、觀念已經開始改變 但是高爾吉亞很早就替海倫辯護 他與海倫在私奔的時候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作為論證並且以神意、強迫愛情跟言說四種情況來解釋海倫的所有動機 就是說他替他做這個辯護 高爾吉亞說如果這一切都是命 是神的意思 那海倫無以抗拒 因為自然告訴我們強者必使人屈服而神是最強的 這個大家也知道 比如說這個是神 因為如果你相信神的話 相信神的話 那麼希臘人相信神的話 那當然就是神 那如果海倫是被前迫強迫 這是他的命嘛 如果被強迫前往去 就是說沒有自由意志的話 那受遣的人是強迫他去的人而不是他本身 不是他自己本身 他沒有自由意志 所以就也談不上要被譴責 這個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對於希臘人來講 對於我們用中文的人來講 比如說三國志跟三國言語 我們上禮拜談過 就很不一樣 可是希臘人的話就是認為歷史就是故事 神話就是歷史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歷史中的一部分 但是這個歷史中的一部分是非常非常殘忍的 因為以前我們講托羅伊戰爭 我們叫木馬圖城記 最近的話我在希臘給一個演講 我就發覺從希臘神話當中 整個古希臘人是非常殘忍的 他們沒事幹登一個島上去 把這島上所有的男人全部殺光 你能夠想像看這叫什麼故事 你能夠想像看出來這個 這個在中國的三水晶進化園裡頭會出現 把人殺光這種故事嗎? 你很難想像吧 對不對? 或是這個世上歐洲人到了南美洲去或到了北美洲去 把印旦人逮到全部殺光了 睡覺的全部殺掉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故事裡面就顯現出來他們整個文化的精神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是被強迫的 那他也沒有自由意志可言 如果是愛情驅使 那麼就如同神意一般 愛神的意志也是海倫無法抗拒的 所以如果是為了愛 那為了愛神 那為了愛以後也沒辦法抗拒 也沒有自由意志 那最後就是言說了 就是說話 話語 如果說 對高爾基亞來講 如果說是言說說服了海倫 那麼語言是極為有力的主宰 能夠以最少的力量獲得最大的勝利 這個就是不載而屈人之兵 語言就有這樣的力量 很多人 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如果你看到歷史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情況 都是發生在怎麼樣 講好條件 協議 協調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幾天那個北韓跟美國 北韓說美國你跟他宣戰 兩個有核子彈的國家 這離我們沒有很遠 隨便不小心丟一顆出來 我們大概就完了 這真的就完了 還有什麼懷疑論的 隨便你懷不懷疑 你反正都掛了 就無所謂了 這倒是真的 這個是事實上現在 當然最倒楣的國家是南韓 對不對? 因為孪生兄弟是瘋子 這個當然很悲哀了 對任何人來講這個都很悲哀 就不得不認真 日本的話頭上飛過去兩次 飛彈 這個當然壓力也很大 日本人對安全要求特別高 對不對? 那個中國跟北韓接擾 這個壓力也非常大 所以說現在這個局勢 但是什麼呢? 大家都用言說方面 一方面表達強悍的立場 另外一方面就是盡可能避免戰爭的發生 所以語言像藥物一樣可以讓人害怕、痛苦、歡樂、多情 語言可以操控人的心靈並且說服一切 所以我一直不斷地大聲疾呼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就是說 沒事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幾個生活的小技巧 很重要 聽到好笑的笑話記下來然後背起來 非常重要 比如說而且我告訴你 好笑的笑話永遠有用 我每次演講的時候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大家都一陣子就很尷尬 當然很尷尬問有沒有問題 人家聽的時候很高興 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演講者是很尷尬 那趕快講說你們知道嗎? 全世界哪裡的魚最難釣 台灣的魚最難釣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魚跟台灣人一樣永遠都不張嘴 這是背來的笑話 屢試不爽 解除尷尬 有很多人都聽過多少遍 但是就解除尷尬 說原來你是自我解嘲 那趕快就下課算了 這是大家都期待的 因為如果說你講完課了 突然一下子放下來跑掉了 好像萬一人家有問題怎麼辦? 所以語言本身來講有被笑話 那另外你要記住層次感 講東西的時候不管怎麼樣我分成三點 永遠是這個習慣 人家會期待第一點 第二點 還有第三點了 你要記得啊 然後第三個的話講的時候前提跟結論 最後要講一個總結 結果我稍微簡介一下這樣子 所以說海倫被說服的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在精心論證下高爾基亞結論到 海倫的一切作為不是來自於他的自由意志 所以他沒有什麼的責任需要負 這是令我很深刻的論證 讓柏拉圖注意高爾基亞的演說技巧 寫下高爾基亞篇 這是柏拉圖記載的 所以這兩篇 那麼在這個對話錄中 高爾基亞認為辯識學就是sophism 是動口不動手也是主宰之學 這個觀念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懷疑論的基本精神拿來用在所有我們在討論的東西上面